在香港举行的亚洲流行音乐节 香港歌手容祖儿 马来西亚琴歌天后梁静茹 新加坡唱作歌手林俊杰 以及台湾人气组合Lollipop F 韩国超级天团Super Junior M等纷纷出席 当晚Super Junior M虽然最后登场 但却是全场粉丝最多的 他们卖力的演出 也为他们赢得了当晚的舞台演艺奖 感觉怎么样 好开心 要拍拍香港的 普通话 嗯 普通话 我还想说来香港要讲广东话 因为我们之前来现场之前 然后听说有人帮我们 拿了这个奖领 这个奖 然后我们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这事也是我们在香港 拿的第一个奖项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我们的新专辑 然后以后Super Junior M 会经常来香港活动 这也是我们非常盼望和希望的 可以说普通话 可以吗 另外一个 嗯 非常感谢他们的热情 跟很多关心 谢谢 因为语言不通 SJM只回答了几个简单的问题 轮到永祖儿就没这么容易过关了 刚刚放完两个月的大假 永祖儿胖了不少 还有传言说她在放假期间整了下巴 但是永祖儿就如常的否认 还表示自己很喜欢现在的脸型 因为宽下巴在晚年会很享福 问到好友林峰和潘双双再度流出的亲密照时 永祖儿表示 情侣之间拍摄亲密照很正常 但同时也安奉潘双双的动机不存 别人的事情我真的不会猜 也不会多说 因为毕竟他也是我的朋友 我只是作为 就是譬如说 朋友 我希望他不会受到很困扰 也希望那些照片不会影响他那么多 但我自己觉得其实 真的男生还没有结婚 他是有资格去谈恋爱的 所以说到底我就是觉得 他的伴侣没有守到他们 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原则 就是没有太 很尊重他们的关系 先前林俊杰与模特陈立冷在台湾约会遇到记者时 女方向记者泼水 此次林俊杰予以澄清关系 谈言被陈立冷的行为杀到 并替他向记者们道歉 好朋友在当下其实就是造成记者们的困扰 其实还是蛮不好意思的 但是之后他有道歉 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他之后就不会再这样子 就好了 我们就是私底下的朋友 私底下会约出来一起出去的好朋友 我不会啦 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可以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们 就是我跟朋友一起出去看电影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是希望可以轻松一点 就是还是有自己一点点的空间 所以其实也就是请说 希望记者朋友们可以 就是给艺人朋友们一些空间 对啊 还是会 如果想要出去还是会出去 搜狐娱乐播报 香港报道